我們現在要教的東西叫做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講起來算新的 過去並沒有特別教 學測考過一次 但是學測考的那一題 你只要知道火山是內營利答案就出來了 並不需要知道火山別的問題 好 火山 火山爆發就是地底下的岩漿 順著一些裂縫什麼之類的 碰碰碰噴噴出來 這樣就叫做火山爆發 我們以前學過了 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所以基本上火山就分布在板塊交界的地方 但並不是全部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火山 這裡不是板塊交界帶 這裡是豪華椅 這個叫做熱點 我們高中才會交 所以我們國中就只要記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 就是地震帶就可以了 好 我們前面也跟你提過了 火山的岩漿的性質不一樣 有的黏性大有的黏性小 這樣講過了我們大屯火山區 沙貓山是屬於黏性比較大 黏性大的噴出來不容易流動 就一坨 也因為它黏性比較大 所以容易塞住 所以會積極積極積極 都這樣砰的爆發出來 會形成爆炸式的噴發 而形成錐撞火山 富士山就是一個非常明顯 非常好看的錐撞火山 那剛才講過大屯火山區年性大 所以基本上也是錐撞火山 沙貓山就是錐撞火山 七星山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富士火山或者是層層火山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就只要記得 年性大的會形成錐撞火山 沙貓山 錐撞火山 七星山算是富士火山 層層火山 那之前也講過了澎湖玄武岩 年性比較小 所以比較會流動 也比較不會塞住 因此它就屬於叫做寧靜式的噴發 會形成所謂的頓撞火山 我們前面交過的澎湖玄武岩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有名的例子 就是哈娃瑜夏威瑜 夏威瑜 夏威瑜的火山岩漿 你可以在它旁邊 看著它流到大海 滋滋的冒煙 寧靜式的噴發 寧靜式的噴發 頓撞火山 國中基本上要學就這樣就好了 年性大 錐撞火山 年性小 頓撞火山 年性大小我們前面就交過了 安山岩 年性大 玄武岩 年性小 這以前就學過了 那如果我是追撞火山 還有爆炸式的噴發 爆炸式的噴發 除了我們前面有提過的 會有火山的氣體 水氣跟二氧化爛之外 還會有很多的火山灰 火山瞬洩物 這些火山灰火山水 噴出來 會去掩蓋其他的地方 歷史課本有念過 龐貝城 就是被維斯威火山的火山灰給掩埋 就再見了 這個龐貝最近有電影要上演 把它蓋住了 這叫做爆炸式的噴發 當然有很大的災害 寧靜式的噴發 沒有火山灰 沒有火山碎泄物 但它仍然有熱熱的熔岩流 它仍然有熱熱的熔岩流 這些熔岩流溫度很高 也會燒毀它流經區域的東西 也是會造成很多的災害 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爆炸式的噴發 還是寧靜式的噴發 其實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除了噴出來的東西 什麼火山灰 除了熔岩之外 它的一些其他東西 也會造成很多的影響 剛剛講的火山灰 我們前面教過 如果火山灰噴到平流層 繞著地球跑 遮蔽了陽光 那就會使地球的表面溫度會降低 但是火山所噴出來的氣體 水氣跟二氧化碳 都是溫室氣體 它都會散於吸熱 就會使地球溫度會怎樣增加 講這句話 一直要告訴你 火山爆發 會對我們的氣候 及生態環境 造成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除了我看得見的災害之外 對整個環境 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還好的事情是 火山爆發之前 都會有很多的預兆 可以根據監測的東西 看到很多現象 知道這個火山快要蹦掉了 我們就可以提早採取因應措施 前幾天 士林這邊有地震 就有些開始害怕 會不會大屯火山要復活了 然後呢 就會怎麼能不能災害 你可以看到 爆發專家屬指告訴你說 放心 火山爆發前 會有很多的預兆 然後這些預兆 通通沒有出現 所以大屯火山現在還不會復活 還不會復活 你放心好了 所以 理論上它之前都有預兆 所以我們可以監測它 了解它 然後收集到資料 知道它快要報答了 就趕快做好一些措施 疏散 當然平常就應該有計畫 就要做一些演練 看該要怎麼辦 所以火山爆發 也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我們在 小油坑什麼之類的 有個監測站 幾年前有一位可愛的大學教授說 根據他的研究成果 大屯火山的最後一次爆發時間 是在五千年前 因此根據地質學的定義 它屬於火火山 因此我們要特別的注意它 我個人淺薄 沒知識 沒常識的想法是 大屯火山就已經死掉了 不會再爆了 不過這是我沒知識 沒常識的講法 教授說 根據定義 它屬於火火山 所以我們要對它 多多的做監測 看看它的一些狀況 那萬一有訊號顯示 它真的快要爆掉了 我們趕快可以 該逃得好 該閃得閃 該閃得閃 就是我們有監測工作 就剛剛跟你講過了 火山爆發之前有很多的預兆 然後我們就去監測它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快要蹦掉了 OK 這就是關於火山爆發的學習 重點就是剛剛講過的 年性大 爆炸式噴發 錐撞火山 年性小 寧靜式噴發 頓撞火山 就記得這個事就夠了 OK 就是這樣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